嗨,各位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做一道 香浓美味又简单的 姜葱虾婆 首先我们准备大蒜几颗剁碎备用 嫌麻烦的朋友们可以用搅拌机准备 老姜一颗切片剁碎备用 老姜的姜香味还有辣味 会比纸姜来的高 所以爆炒食材时老姜比纸姜还要适合 切一些姜片备用 抓一小把香菜剁碎备用 不喜欢香菜的朋友们可以用蒜苗或大葱来代替 朋友们要切记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开心最重要 长葱切小块备用 跟我要懒惰的朋友们交给别人做 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虾婆会叫虾婆呢 现在我们帮虾婆冲个凉 把虾婆刷洗干净 朋友们要记得虾婆的外壳非常的脏 一定要刷洗干净才可以煮哦 下一步我们把虾婆脚上的软给除掉 这个蛋蛋呢是不能吃的 假如朋友们想要抱马桶的话 就把蛋蛋吃下去吧 清洗好了过后我们把阿婆的脚给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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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我们把阿婆连接脚的部分给切掉 这个步骤会很容易的让你把阿婆的内脚给去除掉 看到这些金黄色的吗 这才是好吃的蛋蛋 把虾婆切半备用 这个步骤要小心 虾婆的外壳比较滑 手指记得不要放在砧板上 我们准备一些面粉 我们准备一些面粉 把虾婆的肉给沾上面粉 这个步骤会锁紧虾婆肉质里的水分 热油滑锅 没有猪油的朋友们可以用宽油 肉质朝下慢慢的把虾搏放进锅中 肉质朝下慢慢的把虾搏放进锅中 这样子油就不会乱碰 我们的油不需要用太多 只需要慢慢的摇一摇把油滑过去煎一煎就可以了 这一步的步骤不是要把虾煮熟 而是要把虾煎香煎定型就可以出锅了 虾婆煎定型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捞出 现在我们把辅料给爆香起来 炒虾料的时候一定要转大火才会香哦 炒虾料的时候一定要转大火才会香哦 现在我们加入一点天然高级的SkyJuice 现在我们加入一点天然高级的SkyJuice 还是鸡汤也可以 半勺料酒从锅边淋下去 虾婆下锅泡一下刷纳 我们盖上锅盖焖个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过后就可以开锅调味 加入厨师的灵魂 鸡精粉 还有半勺的酱青 哇 真的是好香哦 接着我们下几颗冰糖提鲜 少许的盐巴调味 一勺上等蚝油 我们把剩下的葱段给下锅一起爆炒 收汁过后呢就可以出锅了 他这喜欢有一点浓度的朋友们 可以勾一点芡下去 我来看我开始了 我们下期 有点热度的朋友们 然后我来看我说 我来看你 我来看你 我们下期 我来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